封神榜的诞生 是因为天庭之主浩天上帝手下人才匮乏 所以才会让产 结人三教共签封神榜 在三界之内为天庭选拔人才 不过 在封神榜签订之后 通天真人对他所掌管的结教弟子们下了一道禁足令 那就是禁止他们私自踏上西齐战场 以免成为封神榜上的名人 又攻门贴两句记 告诫结教弟子 即关锦洞门竞念黄庭二三卷 头身西域 封神台上有名人 通天教主之所以要控制戒教弟子 是因为签神榜的时候他在场 他知道神榜对戒教弟子的残忍程度 当然 结教的人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在封神战场上 曾经有禅教的人对他们说 你们来到西齐 必然会在封神名单上 之后文言 大部分戒教弟子往往是怒火中烧 修仙的目的就是修仙体 这样一来 进入神榜 无异于违背了他们修仙的初衷 所以断教的修仙者都不愿意被列为神仙 二 焚烧千年修为 不少戒教弟子都达到了金仙或者准圣的境界 比如金灵圣母 历经千节修为属于上位准圣 还有赵公明 也属于大罗金仙层次 依此类推 还有三孝仙子 吕月 骆轩 玉渊等结教弟子 对他们来说 修炼到这种程度 比所谓的神明要好太多了 如此一来 又有谁会甘愿放弃千年以上的修为 而被列为神灵 三 不愿受制于人 被封为神之后 就意味着他要在天庭任职 所谓端着人的碗 受制于人 吃着人的饭 看人的脸 当他在浩天神手之下 无论他之前的地位多高 都必须服从于浩天 处于上帝的控制之下 那么就等于失去了他们的自由 和他们上榜前周游天地九周的境界相比 简直就是天上地下 试问 谁不想洒脱 以上就是结教成员不愿被列为神明的三个原因 对他们来说 上榜就意味着死亡 千年修为毁于一旦 从此失去自由 对他们来说 也是封神榜的可怕之处 当然 有些人不想上榜 但也有人争相上榜 就像那些没有依靠的散仙一样 这是最好的出路 所以武夷山的散仙乔坤和曹豹才会主动投身时觉阵 再加上眉山七怪 虽然有千年盗卖 但受阻于五百年一遇的天节 因此 他们恨不得在阻碍西州讨伐的道路上死去成神 当然 在封神榜的众多神明中 属于卧盛的 就是那些被封为神明的凡人 虽然他们不得不面对一次死亡的恐惧 但从此以后 他们再也不会遭受轮回的折磨 说是对他们有利 并没有什么害处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